大家好,朱昌奴 初級法院逐審太陽城集團創辦人周卓華 涉嫌領導不發賭博集團案 一名太陽城帳房部員工 及兩名資訊科技部員工出庭作證 2007年入職的帳房部良性員工 在庭上作工時說 公司的營運卡處理營運數 即是底面數,是公司的內部卡用於過數 帳房將營運數綁定YTA單 被問出馬給戶主是否要對底面數 以及當遇上一拖十情況如何處理 帳房不會理會底面數 只管場面堵住,又會計處理底面數 被問營運卡是否與倒底面的上落數有關 她說不知 有律師問及底面公司的小費是否存入水錢卡 她指客戶通常會向員工直接付水錢 主任檢察官黎宇豪又問到 用Marker倒底面怎樣識別 是否在單上寫上Y 證人就指不會 今日亦傳召了第四被告 太陽城資訊科的部負責人 馬天倫的秘書出庭作證 無關於控罪指倒底面的營運 黎宇豪指出文件顯示 資訊部負責Obsman營運信息修正 Obsman SM的發送秩序調整 2019年營運部新增系統 亦由馬天倫周卓華簽署確認付錢 證人對此說不清楚 被黎宇豪質疑作為資訊科技部 第二把交椅怎會不知情? 證人就否認是第二把交椅 指自己只是秘書 主要協助馬天倫翻譯 不單沒有資訊科技學歷 在他資訊上還有很多總監禍 他說聽過營運部這件事 但就不認識任何一員 不知道是否在公司內部架構內 對於被指是營運的主要負責人 第五被告張志堅 他說只在公司股東春銘聽過這個名字 見都未見過只是聽過這個名字 至於另一名資訊科技部員工公稱 營運部的Oxman系統和太陽城系統分開 之前個人曾認為營運部是太陽城的一個部門 但此刻就無法迫認了 對於控方今天問資訊科技部員工 如何處理UE電腦系統等事宜時 第一被告周卓華最後再主動向法庭表示 早已承認太陽城協助UE處理善後工作 包括客戶應收帳 好今集就說到 之後再update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可以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下集見 拜拜 拜拜